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兵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七百四十三集 骆玉衡的秘密 一个在内城独居的妇人 身边有一两银子的积蓄 既不多也不少 属于中等偏下 上午 许清安带他出门闲广 逛闹市 逛首饰铺子 逛绸短铺 期间 他很忠意一只银簪 要五两银子 而他头上的首饰是 一钱银子的劣等货 离开首饰铺时 他一步一驱的跟在许清安身后 一步三回头 但就是不开口要 在酒楼用过午膳后 两人回到家 许清安从屋里搬出小马渣和小圆桌 和他下五子旗 王妃大声说道 你这步旗走错了 你不应该走这里 没错啊 我走这一步 下一步就是五星连珠了 我就赢你了 所以你走错旗了 你赢了我 那还怎么继续玩 哦 这样的吗 能不能我走两步 你走一步 你说呢 你光欺负一个弱女子 做什么本事 我连弱女子都欺负不了 我还怎么去欺负别人 不玩了 他赌气丢开棋子 侧过身去 横看成岭侧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许清安脑海里 没来由的浮现这首诗 套出银簪放在棋盘上 嗯 给你的 他眸子转动 试探的扫来一眼 接着脸上迅速洋溢起笑眼 痞滋滋的握住银簪 见许清安一脸细谑的表情 王妃立刻板着脸挺着腰 矜持的说道 我其实也不是都别喜欢 那你还给我 许清安伸手去夺 王妃立刻把银簪 藏在身后瞪眼道 就当是我帮你养莲藕的报仇 嗯 有道理 许清安笑着点头 闲聊的语气说道 这里离闹是比较远 天气热 最好别在家里囤菜 回头我帮你看看 让货廊每天早上 送一些新鲜蔬菜 城里有很多货廊 清晨会去集市 找菜农低价收购 蔬菜瓜果 然后挑入内城 提供给不爱早起出门的富裕人家 王妃点点头 许清安略做沉默 嗯 我以后可能要离开京城 而且不会太久 你 你是随我一起走 还是留在这儿 王妃轻哼了一声 我才不跟你走呢 京城这么繁华 为什么要走 等你哪天要走了 就去通知一下国师 我和他交情深厚 他会安排我的 许清安有些失望 到时候给你留一笔银子 王妃看了他几眼 没应答 过了片刻他低声说道 是不是远景帝要对付你了 暂时没有 但我预感不会太久 这天下是皇室的天下 走了也好 王妃点点头轻声说道 只不过你那个堂弟 如今是汉陵渊戍己事 他愿不愿意跟你走 嗯 我想想 你是不是准备给他找一个靠山 你还是挺聪明的 远景帝恨的人是他 不是许二郎 只要自己离开 而许二郎又有一个坚实的靠山 前途可能一片渺茫 但不会有生命危险 再者 许二郎身后有白鹿书院撑腰 远景帝顶多是把他罢官贬为庶民 聪不聪明 得开始什么事 这几天我一个人过日子 常常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 烧火做饭 爽忙脚乱 摔了几处碗 差点把自己气哭 远景定是聪明人 但有时候 他又显得愚不可及 为了虚无缥缈的长生 后宫家里不要了 名声也不要了 可当二十年修到 却没修出什么花来 即使是再蠢的人 也懂得放弃对吧 国师说 远景有很强的执念 只是不知道 他这股执念 源于何处 你和国师关系很好 京城里能畅所欲言的女人 就只有她了 没道理啊 国师看起来挺聪明的 怎么跟你这种蠢女人 有共同语言 许千安在心里付匪 不过她也是个可怜的女子 王妃黑黑黑的笑道 我告诉你个秘密 你想不想听 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是一个女流氓 许千安喜耳恭听 什么秘密啊 人宗修行之法 有一个很可怕的后遗症 会让修行者 夜火缠身 每个月发作一次 品级低的 扣自身一指 便能抵挡 但品级越高 夜火灼身越恐怖 若是不能想办法消灭夜火 就会生死倒消 王妃压低声音 像是在说天大的秘密 嗯 许千安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我早就知道了 金莲道长与她说过 人宗修行功法的弊端 道门三宗 各有各的毛病 人宗夜火缠身 地宗很容易堕入魔道 天宗灭绝人性末的感情 王妃又黑黑两下 像个说坏事的女流氓 小声说道 那你知道如何解决吗 许千安斜她一眼 你知道啊 王妃用力点头 小鸡啄米式的频率 满脸写着 快求我快求我快求我 什么秘密啊 许千安配合地露出相应的表情 我听说呀 得找男人双胸 才能度过大劫 王妃鬼祟地说道 嗯 许千安第一反应是 她骗人 第二反应是 她瞎听来的八卦 第三反应是火燥 原来如此 人总要借气运修行 缓解夜火 所以落狱横城的国师 直到远景帝修道 换一个角度想 如果找一个拥有大气运的人 双修 也能达到同等效果 不 效果要强十倍百倍 许千安不是无端猜测 因为他掌握了上古道门遗留的完整的防中术 尽管一直没有双修对象 但经过他长期以来的理论研究 双修术练到高深处 男女之间支根支底时会进行短暂的融合 契机缘神等会短暂的交互 真正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骆宇恒是二品 如果他不能熄灭夜火 会深死盗消 为了活命 无奈选择成为国师 因为远景帝是皇帝 气运加深 骆宇恒需要一个有大气运的男人 有大气运的男人 许清安的脸色突然凝固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